我们现在来修正这个成为这个封闭曲线 好 那这里呢 从这边开始剪 你一定要 这个封闭曲线就是不能够有杂线 也不能够交叉 我们必须给它一个封闭的这个线段 也就是说 上面呢 同时这一段 它自己要一个独立的这个矩形 其他杂线把它剪掉 像右侧一样 独立的矩形 所以上下左右都是一样的 OK 所以这一段跟这里都要处理 包括这个地方 全部把它剪开 那这个蛮简单的 我们就直接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那个破裂线段 就直接按修剪就好 按这个修剪命令 点这里 修剪 好 我们就点它 还记得吗 指定在执行中呢 如果按enter就执行 那个方法2的全选 OK 所以按确定 那么就可以剪了 好 我们就开始剪 我们剪这里 剪开 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独立的线 这就独立的线 有没有 好 底下这个地方要把它剪开 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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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自己各自独立 都各自独立 OK 那左右一样 他把它剪开 然后这右侧 把它剪开 所以你看上半部这两个 是不是就自己一个封闭的矩形 跟封闭的矩形 开口 对不对 底下一样 他把这剪开 只要交叉 就没有办法执行不领算 他还把它拉开 然后这样把它剪开 左键 OK 好 下半部的部分把它剪开 所以呢 我们就产生一个这个 封闭的线段了 那这个图看得懂吗 这个图的意思是说 当你形成面玉的时候 有几个面呢 对 他总共有 一个大的面玉 当成布丁 然后再 这是一个大的面玉 一个大的面玉 接下来是 有六个小的面玉 比如说 二三四五六七 所以总共有七个面玉 一个大的面玉呢 跟六个小的面玉 所以总共有七个 因为每个都是封闭 封闭的那个面玉 一定要封闭曲线 才能办法形成面玉 OK 所以这个 这一组 第二到第七 这一组 这六个面玉呢 就是汤匙 所以这个大的 外面这个大的面玉 是布丁 布丁 你就布丁算 就这样想 然后里面 二到七 有没有 这几个就是 所谓的汤匙 那布丁呢 被这六个汤匙挖掉 它就扣掉了 我们现在不是要贯穿 所以你要先挤出3D模型 然后深度不一致 我们才有办法做那个一个没有贯穿的书柜 好 那我们试一下 来 那现在要形成布丁预算 要做3D要怎么办 先把它形成面玉 按这个 然后形成面玉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把目前的这个仕途呢 把它改成这个灰色深灰 就灰色这个深浅度 你会发现它空心的嘛 那没有办法做布丁预算了 所以必须形成面玉 按这个绘制 然后选择面玉 OK 然后接下来右上左下选起来 它会产生七个面玉 按确定 理论上会产生七个 就我们刚刚算过的 大家看一下 就是来 我用移动命令 这个你不用做 你看我做 一片大的 一片大的 这大的 然后被这个 这个六个扣掉 好 然后来回到上一步 让它叠在一起 那我问你 我们现在是2D嘛 所以今天如果把它改成西安灯角 是不是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嘛 像这样 OK 当然 待会柜子做完之后 它躺在地上 我们可以用旋转命令 把它转90度 待会再讲 好 那你 你觉得 要先执行布丁预算吗 不行 如果执行布丁预算 它先挖掉 对不对 挖掉你怎么做都是贯穿 就变成价了 OK 好 所以 来我先做一个 不一样的给你看 如果今天也先不领算 不领算 在做的时候 先回到内线要够 那如果说你去执行 插几 有没有 插几 插几 OK 先选布丁嘛 来选到它 就一个 OK 按确定 然后再选 那个参考物件 就汤匙 每做一个动作 要按确定 来 把这几个选起来 汤匙 你也可以用框的 右上左下这样框 碰到就算 所以这个大的布丁呢 被这六个汤匙挖掉 按确定 它就 它就整个切开了 所以 你如果回到那个灰色 那个灰街 你看图就变这样 你这样挤出 永远都是贯穿 也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按挤出命令 你有没有 然后点这个嘛 对啊 那我选这个物件 点它往下 你看怎么挤 都是贯穿的 这就变成什么东西 就变成我们那个 很多家具公司 里面所卖的这个成价 成价了 就不是书柜了 这样照我意思吗 OK 好 当然我们不是要这样贯穿 比如说你往下打35 Enter 看到吗 它就往上涨 你会产生这个图 这就不是书柜了 好 那这个 这个3D环转 后面再讲 你先看我做 所以我们书柜不是这样做 因为我们是做 那个没有贯穿的 所以要怎么办 那你要布丁 挤出厚度 负的35 但是你的这个 这个汤匙挤出厚度 就给它负的33 我们就留下 两公分的厚度就好了 OK 好 所以你这个回到上一步 再回到上一步 回到还没 执行布林算的时候 就像这样 回到还没执行布林算的时候 所以像这种情形 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先挤出3D 然后再做布林算才对 因为你就可以分类挤出不同的厚度 好 那比如说 把它改成二利线要够 那我们先干什么 我们先按这个 挤出指令 挤出指令 先挤出 再用布林算 那我们分开挤 我们先挤谁 我们先挤这个布丁 就选这个大片了 点它按确定 那如果往上挤的话 是不是正的 那往下挤是负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一下坐标系统 Z轴朝上 朝上是正Z的意思 所以你打正Z就往上 如果你要往下挤就负的 OK 所以这地方往下挤打负的 负多少呢 整个柜体是35 所以打35 我们刚设计是这样 然后确定 它就是35了 所以这时候往下挤 往下挤就在 你打负的35 按确定 它就往下挤35了 那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 这个背板的厚度要多少 假设我们那个 整个深度到这里 刚好给它33 那你就留下两公分的厚度 这就两公分 OK 当然有同理说 那我们留那个一公分也可以 都可以 我们现在练习 但厚一点没关系 好 所以呢 这个本体 就这个布丁呢 就整个柜体挤 负的35 那我们剩下的这个汤匙 给它负的33 那就差两公分的厚度 所以你按挤出命令 然后选这个几出 我们选谁呢 我们选这个 这些面玉 里面 里面 不要选到大的 同体选到 你又一个点 点到这6个 然后就按确定 按确定 同体往下挤 怎么样呢 就给它负的 负的33 按确定 有没有 它就有一个不同的厚度 你自己看 我今天我把它改成 那个前视图 往前面看就对 这个我用慢动作 给你看好了 回接 同体我按前视图 往前面看就对 就这样子看吧 所以你自己看一下 它的深度不一样 你看 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往下挤到这里 整个大的柜体 挤 35 负的 OK 那你底下这个汤匙的部分 挤到这里而已 挤到负的 这里 负的33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厚度呢 剩下2 我们就这样练习 OK 好 那 现在的做完 再给它布铃算 所以你把它回到西安灯角 我这用慢动作好了 按这个 然后回到西安灯角 像这样对不对 好 那你要修 你要这个做布铃算 尽量不要再回 回结 或者是概念 你回到二利新加工去编辑 然后最后这个看结果 所以你就回到这个 二利新加工按这里 然后再执行布铃算 我们去执行这个插击 点它 那先选谁 先选这个布铃 点一下 点一下按确定 按确定布铃就OK了 然后选汤匙去选 左键 把这六个选起来 你可以用排除选取的方式 都可以 好 选完六个 来跟你讲说 总共找到 好像少一个 这里 同样总共找到六个 共六个 然后确定 它就挖掉了 我们看一下 把这里把它改成 灰阶 按这里 你看图就变成这样 来 来按上市图 有没有就像这样 OK 好回到现在灯角 再来我们要怎么把它转上来呢 好 先讲一下这指令哦 叫做 按这里 有没有 3D旋转名 你这个蛮简单的 好 它的指令很简单 来我写一下体系 当你下这个指令之后 3D旋转指令呢 他就问你两件问题了 第一个 先选3D的物件 所以你把3D模型选起来 好 那选完之后 他再问你说 你要选哪个轴来旋转 所以你要选轴 轴向 选完走之后 接下来 用左键去拉伸 然后给角度 左键去 左键 滑鼠键呢 去做 那个拉伸 左键的动作是要为了做拉伸 然后再给它输入角度 这个地方再给它输入角度 角度就自己用键板去打 通常我们角度打多少呢 90度 所以角度给它输入90度 它就转上来 你就打90 Enter这样就可以了 OK 所以你要选轴 然后再拉伸方向 告诉电脑 那个轴要往哪边 这个旋转 然后再给它角度 90度确定 因为要立起来 好 那我们想一下 到底是哪个轴 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看这个 看看这里 有没有 对 红色X轴 红色是X轴 也就是说 如果以X轴为旋转轴 那它是不是 是不是就可以这样绕 这样绕吗 这样就对了 如果说你 Y 那个以Y轴就绿色 对 这一段 大家看一下这一段 这一段是Y 有没有看到Y在这里 那就说 如果以这个当旋转轴的话 对 它就是这样绕 它就这样绕 那这不是我们要的 因为这样绕的话 变成说你 你这个地方就是往这边绕 这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让它立起来 所以应该是 应该是往这里绕才对 比如说你要以X轴 X轴 然后当旋转轴来绕 这样才对 OK 反正这个你多多几次就会理解 比如说你看一下 我先选下车令 这个地方就是那个选了3D 点它对不对 然后选取物件 就选它 选完之后按确定 按确定 它就出现一个轴 看到吗 同学如果你要绕X轴 你应该去点那个红色的轴 你靠近它 红色你看 在这边红色就选X轴 如果是你碰绿色会怎样 这样都歪 你动一下 这都歪 然后如果是Z轴 就是蓝色 你看就是蓝色的那个轴 就显示给你看 那我们现在红色 所以点这里 点这个红色 你看红色是不是 给你一个提示出来 像这样对不对 OK 所以选这个红色之后 按左键按一下 然后滑鼠就可以拖曳 就可以告诉电脑 我要这样转 这样懂意思吗 OK 好 往这里转了 你就拉一个方向往这里拉 你不要按左键 你按左键就乱转一通 比如说按左键这样 有没有 它就转上 奇怪的角度 就不对 这个就不对了 OK 所以你回到上一步 回到上一步 来再一次 下这个3G旋转命令 然后选这个物件确定 接下来你选这个红色的轴 对吧 点一下 点一下呢 然后往这里拉 告诉电脑这个地方的方向 键盘打90度 90 Enter 有没有就立起来了 这样的意思吗 然后一定要一人间结束命令 那图就变这样 OK 好 所以我现在把它改成 那个前视图 你看 它立起来就是这个 开放式书柜 那你如果改成西南灯脚 就往这地方去看 这个没有贯穿 你今天如果给它用东 那个 东南 往另外一边看 对不对 它没有贯穿 如果你给它选择 东北 就是东北边去 你看根本没有贯穿 你看根本没有贯穿 因为贯穿就成价了 对吧 OK 然后回到西南 就像这样 我们刚刚那个 手绘的部分是讲这个方向 对就这样 也就是说 你先把这个 3D的练习做一次 大家先试一下 我先试一下